曾经达到人生事业的顶峰 却经历最接近死神的时刻 创新工厂创办人李开复 人生如云霄飞车 现在的他才懂得什么叫生活 从国中赴美求学 李开复在异乡长大 求学之路没有选择大家称献的法律 反而对才刚起步的电脑学科非常有兴趣 这样的念头让他的人生 跟电脑科技一样一飞冲天 可能外部有一些人 有一些朋友会觉得 怎么放弃了这个什么法律 这么好的行业 然后居然走上一个很冷门 找不太到工作的领域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 我应该是有特长 然后我喜欢写电脑的程序 取得优异学业表现 李开复才华洋溢 更获得Apple 微软 Google等公司先后延览 2013年还被时代杂志选为 全球最有影响力百大人物 李开复毅然放弃高薪工作 创办创新工厂 展开人生新业 我在中国大陆工作的一段时间 非常清晰地看到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且是世界最大的市场 第二个是中国人才的勤奋努力 然后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创业环境开始成熟 只是万万想不到 无偿有时比明天更早到 眼睁的来临 让李开复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 现在的他更珍惜重生 修了一堂生死学分 李开复虽然工作依旧马不停蹄 但现在懂得适可而止 也更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每一刻 他要用他的故事告诉大家 只要改变一下人生顺序 成功与健康同样能兼得 欢迎收看迷人床头书 一起打造阅读的文艺复兴 你才说阅读能引导我们 散布在别人的思想以及灵魂当中 而今天我们要为您品读的来宾 这是知名的科技人以及创业家 创新工厂的董事长 李开复李老师 李老师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找您最近出了新书 而且特别有提到说 您在天母的新家有一个自己的书房 而且您是超级无敌 钟爱纸本书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从小的习惯了 因为我小时候我母亲为了鼓励我 就是说她说 你是每次考好了就可以有一些礼物 但是她特别希望我会选择书 所以她说如果你选书的话 我就无限地让你买 所以小时候如果说成绩好了 买玩具什么是有限的 但书是可以无限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记得去书店 每一次就运一整套的 什么福尔摩斯 亚生罗平 还有三国演艺 各种都运回来看 所以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 我到了美国以后 那边就没有中文书了 但是我哥哥有一整套金庸的小说 那我为了 就是还是喜欢看中文书嘛 所以那一整套我全部看了五遍 所以在那边住了六年看了五遍 应该说是金庸的书是我 看了最多然后记得最深的 但是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哪一本书 对您的人生是影响最大的 对我影响很大的书 我觉得在每个阶段 应该是有不同的书 影响比较大 我觉得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7 Habits 这个在我做职业经理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是影响比较大的 因为它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 然后怎么样去形成一些良好的习惯 让自己进步 可是后来随着自己的成熟起来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 比较喜欢Jim Collins的书 From Good to Great 就是他谈到一些伟大的公司是怎么创造的 可是随着自己从职业经理人变成一个创业者的过程中 我又觉得说这个时代可能真的没有这种基业长青的公司 可以真的说打造百年老店 觉得科技变得太快了 所以我更多的会去读那些有关创业的书 像Peter Thiel出的《From Zero to One》 这本书我觉得是蛮好的书 它非常精辟地把这个创业这回事情 从零做到一这回事情表示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几本书其实都是适合职场或者创业来阅读的书 的确老师您看了这些成功人士的书之后 也反映在您的人身上 您的人身经历或许有很多人羡慕的人身胜利组 但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后来其实当您身体出现了一些警讯的时候 您没有注意到它呢 太忙了 对 我觉得我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认为你是在很兴奋 热情 开心 亢奋状态工作的时候 就是没有压力的 尤其是当我在外商工作的时候 像Google或者微软的时候 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正是美国在工作的时候 就起来看一看美国有没有什么email需要回的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我的员工里很多夜猫子 然后就开始有一种很有趣的游戏 他们比如说十一点半发email给我就回了 然后十二点我睡觉 睡到两点半也起来 他可能一点半又回了我email 我两点又给他回了 然后他回了赶快又回了我的email 然后我五点起来又再回一次 所以就是公司很多人就在揣测说 李开复是不是都不睡觉了 然后当时我听了就觉得很开心甚至很得意 但是这是很幼稚的 因为最基本的这种睡眠的尝试 我当时都没有 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为什么生病的理由 对呀 老师说到生病 其实二零三年正是风云变色吧 先拿到Time就是百大影响力 但是后来又马上出现了 肚子里有二十六颗的肿瘤 您那时候刚照出来这些二十六个亮点的时候 您第一时间的心情是 我照之前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因为虽然做断层看到了有一些肿瘤 但总还是希望它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 那么医生就让我去做正子 就是PAT的检查 那这个正子一看就整个肚子都是亮的 就是觉得说绝望到了极点吧 觉得说这么多肿瘤应该是没救了吧 觉得说好 准备人生快要结束了 该去写医嘱了 那您证完正子之后回去 是怎么跟您的太太跟家人说的 我太太一直非常正向 她就说一定会好的 没有问题的 我总有一种感觉你一定会OK的 而且你看你都没有症状 就会讲很多安慰我或者是鼓励我的话 那您的两个女儿呢 我的大女儿听了就一直哭 我小女儿的话刚开始听了也很难过 但是后来她就因为父亲生了病 觉得说功课不能再荒废了 就努力读书 对啊 其实老师您有特别提过 如果要形容大小女儿的话 大女儿一直听话乖巧的在您 那小女儿是比较让你们 比较无法掌握的一个吗 对不对 对 是 那因为您有提到说 她是不是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 有曾经说爸爸 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礼物 对对 她因为我 我大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 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后来这封信我有放到网上 然后很多人觉得说 写的感情比较感情流露 然后有些人觉得蛮感动的 而且里面有一些建议 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我小女儿就说想要一个礼物 那当时我没有想到 她是要什么礼物 我以为是要一个物质的礼物 我就说可以啊 你毕业当然可以送你礼物啊 她说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像姐姐上大学一样 写一封信给我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其实小女儿的心中 一定是认为我是偏心的 要不然怎么会大女儿有信 小女儿没有呢 那是不是我过去这些年 在女儿的身上时间放得不够多 我小女儿在成长的过去这十年 正好是我事业最忙的十年 那我就觉得说 也许我的生病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礼物 能够让我用更多的时间来 来陪伴她 和陪伴其他的家人 那这些其实也是 这二十六颗在您肚子里的颈中 发生之后 您才有的体悟吧 对啊 就是生病让我慢下来 慢下来让我想事情 就比如说想到 是不是自己追求事业 追求民生 走得有点走火入魔了 那您在病前病痛 您觉得您是一个 不一样的父亲吗 其实我本质是一样的父亲 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 很愿意跟孩子打闹在一起 成为他们的朋友 然后跟他们胡说八道 开玩笑甚至恶搞 都会参与 我们在家里常玩的游戏 就是我们会把 我太太的手机偷过来 我女儿就会发给 比如说我们会把 我太太的手机拿去 发给她的家人说 照了镜子看了半天 觉得我屁股真的很漂亮 这样这一类的 是漂亮吗 是用漂亮 差不多吧 那还不错啊 那是一个nice word 还不错啊 但是哪有人会自己 自己屁股 但是就是发这些 就是给自己比较亲的人 这个不会发给陌生人 所以您小时候是会让爸妈 头痛的小孩吗 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有些父母会对我很头痛 但是我妈妈本身 也是一个爱恶作剧的 真的啊 所以是家学渊源 其实我是从小 她带我恶作剧的 我妈妈虽然恶作剧的时候 是跟我们玩在一起 但是她对我们是很严厉的 所以当我们需要惩罚的时候 一定是妈妈惩罚 不是爸爸 另外的话我会想到 我父亲以前做事的方式 就是他总是描述自己 是一头老牛 在爬格子 因为他当时写文章赚钱 所以就是靠这个 才能养活七个孩子 可是他就是低着头 做他的事情 用他的这个方式 来爱他的家人 把他的时间给了他的家人 那您还记得他生前带给您 您讲最深的身教是什么 我记得最深的就是 当我有一次偷钱 偷钱之后 他并没有把我抓去打一顿 首先是他想尽了办法 把我偷了丢掉的钱捡回来 因为当时我是丢在 两个墙的夹缝里面 他需要去拿一根竹竿 在上面贴满了胶纸 然后在里面一半半的戳拿回来 所以我就感觉到 自己深深地很惭愧 另外的话就是 他也没有特别责怪我 他就是说你的心里 你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有什么感受 那我说觉得 觉得这样做很不对 然后希望得到原谅 然后觉得对自己很失望 然后他就说那好 那就你知道就好 希望以后 你不要再让自己失望 所以他讲的这些话 其实我都深深地记在心中 然后他是用最温和的方法 来让你能够学到 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然后怎么样去改进 那如果现在还有机会 您最想跟他说 哪句话或哪些话 我会希望跟我父亲说 整个中国文化 就是让我们从小灌输了 这个爱钱是铜臭是不好的 但是爱民是好的 因为人死流民 但是我觉得爱民是很不好的 因为追求民跟追求力 是一样会上瘾的 我自己就深深受此害 那如果现在还有机会 您最想跟他说 哪句话或哪些话 我会希望跟我父亲说 过去我做了很多事情 为了两岸的年轻人 一直希望你会满意 但是最近我发现 我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把无求这两个 你留给我的最珍贵的字 并没有记在心里 那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我希望我能够 把我心中的欲望和 对很多物质上 或者是虚名上的奢求 会把它放下 然后希望我能够 更用初心来做 对世界更有意义的事情 的确 幽毛初心真的很重要 但是所以您说您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碰到现在的太太了吧 对 而且我记得您是一个 其实很浪漫的人 除了您现在眼睛 其实时不时会透出这种 顽皮的眼光之外 您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你看嫌妮老婆不浪漫 对不对 老师 对啊 但是后来也就习惯了嘛 您对她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最浪漫的事啊 最浪漫的是她到美国的时候 我做了一份菜单 然后我把很多菜都 因为其实我不太会做菜 但是我就尽力 挑了一些美国特色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今天你可以点 要喝什么酒 吃什么菜 然后你点了 晚上我做给你吃 结果呢 后来你做了什么 还记得吗 后来做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 Philly Steak 然后我会把它打包带去 我们当时有一个大教堂 大教堂外面有一片很绿的草地 我们在那里就是野餐 就当野餐就对了 对 那后来太太对这一餐的评价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她很开心 也很感动 对 但是后来就是都她做菜 那您会怎么形容 这个生命中的另一半 你觉得一直牵手 应该也快三十年了 三十多年了 我觉得一个好的伴侣 应该是 把对方看得跟自己一样重要 然后在对方最需要自己的时候 先想到对方再想到自己 那这方面她比我做得更好 然后我非常幸运 有这样的一个妻子 那您觉得就您的观察 两岸最近创业风潮 芳心慰艾 这两边有什么不一样 或是相同之处吗 其实我两边都有花时间帮助 只是我的事业是在对岸 我一直也想在这边做一些投资 找到一些顶尖公司 但是我就发现说 那些真的最可能成功的台湾青年 他们的事业其实是在大陆的 因为市场吗 因为市场的关系 因为台湾人要飞到美国去闯 还是蛮难的 留在台湾做市场又太小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是做一番大事业 做一个Billion Dollar Company的话 最大的机会还是在大陆的 有些人不喜欢听这件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 那当然我觉得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野心 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大陆闯 也有人说那边的什么空气不好 然后可能去了水土不服 等等各种问题 这都是真实的 但是我觉得少数的台湾人 有特别大的野心的 我觉得去大陆闯一闯 是一个从文化语言来说 最符合的一个方向 但是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我觉得其实留在台湾发展就很好 然后要保持一种世界观 可是要保持一种世界观 太多台湾的媒体也好 大家讨论的热点也好 在网上上Facebook 然后看大家讲什么也好 都是在看一些台湾的小事情 但是整个世界好多事情在发生 所以无论你做的事业是宏伟的 还是一个小确幸 我觉得每一个人一定要保留世界观 要不然的话 就是无论个人也好 台湾的未来也好 都会脱节的 走过了这一遭 不论是事业上 或者是生命上的一些启发之后 您觉得 如果您会给现在一些年轻人 一些建议的话 您会说什么 我会建议现在的年轻人 应该多看世界 多学英文 不要让自己沉浸在台湾的一些内部的 但是在全世界的角度上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会建议年轻人 不要整天讨论一些政治蓝绿的问题 因为其实在世界未来的发展 台湾未来的发展 科技未来的发展 有更多值得我们看 值得学习的事情 我会建议年轻人 一方面在网上 可以吸取很多知识 但是要有自律 不要让自己沉迷在网上 要把足够的时间 阅读一些有深度 有价值 有内容的书 中文的也好 英文的也好 我会建议台湾的年轻人 多交一些朋友 这包括了美国 欧洲 日本 也包括了大陆朋友 我觉得世界是很大的 台湾作为一个 比较封闭的地区 本身是个岛 然后又新闻看自己的 内容看自己的 然后对大陆有一些排斥 不想看 然后对美国有一些看不懂 然后对这个世界的各地 又关注不足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危险 封闭起来 我会建议台湾年轻人 要看世界科技的趋势 然后很多在台湾的这种 已经形成一种落后的问题 那么很多在美国也好 在大陆也好 就是说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 能够用的技术 在台湾都还没有被接受 所以我是觉得说 真的需要去走出去看一看 然后走出去的前提是 语言 英文都要进步 然后我会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台湾人 愿意去留学 因为世界最好的学府 其实是在美国的 美国一个普通的学校 都可能比台湾的一个 很好的学校都要来得更好 而且美国它的经费族 学生的思维很 能够很广 很多台湾的父母亲 会太想管自己的孩子 未来要从事什么行业 然后出国对或不对 然后应该听谁的话 都是父母来安排的 所以我会建议台湾的年轻人 不要盲目地听父母的话 因为父母他们的思维是过去的 可能是被淘汰的 他们对新的技术并不懂 他们年轻的时候 做的事情 现在可能已经不流行了 未来可能会被淘汰的 他们希望你做的安稳的工作 未来可能会被机器取代的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要有一个 自己很清楚 自己适合做什么 想做什么 未来的社会会需要什么 而父母要你做的事情 你可以去参考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圣旨 一定要去做 书中有一句话 您对他是不知道 有没有特别的感触 您有写到说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您是因为什么人或是什么样的事 让您特别有这样子油然而生的一些感触 对 我觉得主要是我的亲人 当我生病以后深深地体会到 他们对我这种无私无求的付出 对我所表现出的关怀和爱 这个不是一个过去我对他们多好 他们来补偿 也不是一个我作为他的亲人我应该的 他们基本是无限制地去帮我做一切 我需要做的事情 这包括了我的姐姐 我的太太 我的女儿 就让我感觉到说这样的一种感情 不只是一个血缘的关系 同时我也有很多朋友 有些朋友他们就是 他们会到庙里去祈祷 希望能够分担我的痛苦 就是我觉得说能够想到这样的人 他跟我的缘分 不可能只是因为 两个人都是猿猴演变出来的 两个进步猴子 彼此就觉得我要对你好一点 这个缘分一定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想我不会去认为 一定是什么投胎了 什么这些细节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很深的宗教信仰 但是我是深深相信 人来到这世界都是有它的缘分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珍惜 拥抱这些缘分 然后更深地 让跟自己有缘的人在一起 这也包括了我在网上 可能会有时候就见一个陌生人 或者年轻人 可能也觉得说他来的信 我觉得让我感觉有一些缘分 所以我就会更根据这个来 决定以后可能应该怎么走 好 老师 那到现在如果是现在 您会怎么诠释自己的一生 对 我觉得以前我会让穆志明 成为自己人生的理想 知道我的路该怎么走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会劝很多年轻人 想好你的穆志明 然后让他变成你的 终身的理想和目标 因为这就是你想如何留下 让人记得你 但是现在我回头去想 这个理想还是需要的 但是我不会再用穆志明 做一个方式 因为我觉得穆志明 这三个字的本身 和留名如何被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一种虚荣 我觉得整个中国文化 就是让我们从小灌输了 这个爱钱是同臭是不好的 但是爱民是好的 因为人死留民 但是我觉得爱民是很不好的 因为追求民跟追求利 是一样会上瘾的 我自己就深深受此害 所以我现在就放弃穆志明测试 觉得人生你有自己的理想 你理想是什么 想清楚就好了 不要穆志明 那我离开世界以后 我也不要穆志明 就是也许就是写了我的名字 跟我的出生 跟死亡的日期就可以了 那老师您现在的理想是 我的理想就是尽我的能力 来把我的爱和我所知道的事情 和累积的一些智慧 能够分享给那些跟我最有缘 而且最需要我帮助的人 李轩老师 其实您刚刚说莫忘初心 我觉得其实您现在来做 您最想要做的事 一开始是改变世界 无论是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又是山 但是您现在至少真的是无所求的 想要帮助大家 我相信在您做的事情上 一定会有善的回报 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现在带给我们 这么宝贵的人生课程 谢谢您 谢谢 明年长头书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